像一些人经常提到 金管局是不是透过监管这个过程呢 阻挡这个创新的大潮流呢 我们先看一看一些简单的数字吧 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统计过 在香港大概只有四成左右的银行客户呢 是拥有电子银行的账户的 到了2018年 这个比例呢 增加到六成 而香港电子银行账户的数目呢 也已经增加到超过1400万个 从这些简单的数字 你可以看到银行在改革服务提供的渠道方面呢 确实在过去几年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其实金管局对于创新这个题目 我们的政策立场是一直都相当明确的 我们认为创新跟监管从来不是 也不应该是对立的 在审慎监管银行的同时 我们作为一个银行监管机构 金管局必须也必定会预留创新的空间 让银行可以持续地成长 我们同时也认为 要推动这个金融科技的创新呢 不光是看某一个时间点 我们的成绩是怎么样 更重要的是构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框架 在这个方面呢 金管局在推动金融科技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主要有三个基本的方针 第一呢 需要促进金融科技基建发展 鼓励使用科技来提升什么呢 提升风险管理水平跟客户体验 第二呢 我们必须要引入 引入这个良性的竞争 鼓励科技跟金融这两个板块 协同发展 从而也推进金融科技的应用 第三呢 我们也必须跟各个行业参与者通力合作 完善香港总体的金融科技的生态圈的发展